谁最再次表示 这世众大卖卖又在 当然 他也很要命 有多大 公司 够不够大 你有一单新的悬赏 请及时处理 要命 宝贝的 谁的命 抱抱过来 宝贝 来吧 公平决斗 还没来吃枪杂 别客气 这个我请 来 给你个机会 未准这儿 我开玩笑的宝贝 糟了 你 停 真的宝贝的呆劲 该开枪就别说废话 让我们上堂 让我们入宝贝 当然 紧留心脏 大家好 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波提欧超详细攻略 理论与实战结合击破伤害计算解析 没有软梅怎么配对灵强度如何 波提欧的技能机制 重点介绍确认的计算和天赋击破伤害 嘲讽和优势口袋相关的机制 以及清魂的收益等等 波提欧的仪器选择和收益计算 光追选择和收益计算 配对建议 重点讲解没有软梅时该怎么配对 最后回答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比如不抽专武能不能玩 一命和专武的优先级 零命波提欧未来前景如何 能不能跳过等等 首先我们来看波提欧的技能机制 天赋 每层口袋 可以使强谱的削刃伤害提高50% 注意这个削刃提高和击破效率提高 属于不同的程序 所以波提欧的强化普攻配合软梅战技 可以造成高达7.5单位的削刃 强化普攻期间 如果敌人处于弱点击破状态 还会基于口袋陈述 造成不同倍率的物理击破伤害 但是注意此时减伤去至1 而不是0.9 举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例子 画面中有直伤 物理击破 天赋额外击破 超击破 以及软梅的击破伤害等 其中天赋击破伤害是17万多 一共分为三段 前两段伤害占比20% 第三段伤害数之大占比60% 验证一下物理击破伤害乘以1.7 再除以0.9 刚好就等于天赋击破的伤害数字 伤害记录的韧性上限不超过16个单位 而我们知道卡夫卡和诡异杀金 韧性长度是15 大虫子和银芝是16 萨姆是20 和物朝向死亡是24 如果你强化普攻之前 口袋陈述是0 那么即使造成击破 也是不会触发天赋击破伤害 因为口袋陈述是最后判定的 如果初始是一层口袋 打完之后变成两层 那么天赋击破伤害是用一层 也就是70%的倍率来计算 总的来说 优势口袋是波铁欧的核心机制 层数跌得越快 强化普攻薛人越多 天赋击破伤害越高 波铁欧的战技不能恢复能量 让自己和敌人进入绝命对峙的嘲讽状态 持续两回合 自己受到指定敌人的伤害增加15% 而指定敌人则是有30%的异伤 敌人被消灭或者击破后 波铁欧获得一层优势口袋 并解除对峙嘲讽的效果 关于嘲讽 受嘲讽的敌人 单体和扩散技能都会以波铁欧为目标 但是群体和坦射攻击则不受嘲讽影响 火属的战技可以将敌人的嘲讽 转移到自己身上 反之亦然 如果波铁欧自身被敌人嘲讽 强化普攻还是只能以绝命对峙的敌人为攻击目标 但注意大招是可以随意给任何敌人的不受嘲讽限制 扑满逃跑 杀金赌局 进入幕后等测出效果导致敌人不可被选中 也会直接解除嘲讽状态 因为战技后不会结束回合 板牙大招 停云大招 可以在战技后释放 白嫖一回合的buff持续时间 战技后 行动值已经重置 此时555和封套等拉条效果依然生效 所以实战有同血组带555 波铁欧自己带封套的一轮煽动玩法 如果嘲讽的目标同时被击杀和击破 可以给波铁欧直接叠两层口袋 口袋层数可以在左下角看到 详情界面 波铁欧的胸前也是有展示的 用战技加大招直接击破并击杀小罐 这样就可以直接叠两层口袋 战斗胜利后能保存口袋层数 模拟宇宙也能生效 但是在日常的跑图中 如果波铁欧被换下去 口袋层数就会消失 望雀之亭中也是不能保存的 波铁欧的强化普攻 有6段伤害造成两单位的薛认 每一段薛认和伤害的占比是一样的 配合软眉 最多就可以造成7.5单位的薛认 恢复30点能量 强化普攻不能恢复战技点 有两段伤害一共造成3单位的薛认 主要作用是植入物理弱点和推条 战技加大招击杀小怪 也可以叠两层口袋快速启动 面对有强力控制技能的敌人时 40%推条的效果非常厉害 也是打无伤竞速的力气 需要注意的是 暴施二连洞中间插入大招推条 是不能打断敌人行动的 而老羊的大招打断效果是因为禁锢的机制 波铁欧的秘技 效果非常简单好用 第一次战技就可以给敌人挂上物理弱点 额外能力一 获得口袋时 波铁欧可以恢复死点能量 乘数溢出时也能生效 额外能力二 嘲讽目标一般处于弱点击破状态 所以效果等于常驻30%的减伤 额外能力三 堆到300%击破特攻 就可以获得30%暴击和150%暴伤 在常规超击破队里 作用不算大 星魂一 波铁欧的伤害无视16%的防御 直伤和击破都能吃到 在波铁同家的队伍里提升大概10%左右 更关键的是战斗开始时获得一层口袋 这样开局强患不攻打小罐 就会触发天赋击破伤害 稳定击杀加击破后 直接叠满三层口袋 大大加快了波铁欧的启动速度 星魂二 获得口袋时 包括溢出的口袋 波铁欧能恢复一个战绩点 且击破特攻增加30% 但是单个回合不能重复触发 可以改善波铁欧的实战体验 特别是配合板压 有时候就差一个战绩点就能0T了 星魂四 对决的目标 一伤额外提高12% 自身受到的伤害减少12% 中规中矩提升不大 星魂六 天赋的击破伤害 增加扩散效果 注意击破这个行为不算攻击 扩散效果不能破除红绿灯的盾 但是可以多次扣除永绵木杰的盾条 六命博铁欧戴上封套 在虚构中也能打满心 仪器方面 外圈 怪盗四件套 或者怪盗加钟表的2加2 是一般通用的选择 纸张占比较低 拳王套并不适合 当然如果速度和击破副次条多也可以戴 量子四收益相当不错 在没有量子弱点时 收益和怪盗四基本持平 有量子弱点时收益非常高 因为减防对于击破伤害的提升很大 自身击破特攻已经堆得很高了 另外封套也是一种特殊思路 0加1 面板156点西数 配合555就可以一轮三动 在能多一发强化普攻的前提下 DPR是远高于其他外圈仪器的 内圈 目前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用倒截功果 需要实战达到145速 主词条 躯干选择暴击 有专武的话 鞋子可以选择攻击 面板123速 配合软眉 实战就可以达到145速 但不考虑灵气的话 一般追求250行动值四动 此时需要实战速度大于等于160 所以还是建议选择戴速度鞋 且执伤占比低 攻击收益并不高 求选择物理增伤或者攻击 甚至是生命防御都行 建议选择 副磁条速度和击破更多的即可 爽者必选击破绳 副磁条速度大于等于击破特攻 大于双爆 大于生命防御 光追方面 由于物理击破 天赋击破 超击破等伤害占比大 专武外的直上光追都不太行 且彼此之间差距不大 专武蝶影的收益 大概在4%左右 蝶影5的星海巡航 伤害占比在84.4%到86%之间 蝶影1的如泥酣眠 伤害占比85.1% 润剑伤害占比83.5% 唯有沉默伤害占比84.9% 如果超过两个敌人 没有暴击特效 伤害占比82.6% 四星光追春水出生 虽然伤害占比不高 但是12%的加速效果 更容易达到160和200等速度预值 在竞速玩法中可以考虑 用来打无伤 一般玩家不用考虑 总结 除了专武外 用哪个光追都差不多 跟专武差距至少15%以上 配对方面 波特欧的选择非常多 生存位最有选择是加拉赫 目前唯一的击破奶 自身本身就需要堆击破特攻 天赋击破异伤 自拉条多动薛刃 用命还有击破效率加成 在我打的那期 波卵同家的12层上半0T视频中 加拉赫的伤害占比高达22.4% 所以在火弱的环境下 加出非常好用 其他生存位 有啥带啥 保证生存即可 最好带产点更多的罗刹 杀金等 有时候波特欧会打出EQEA的操作 此时消耗战绩点较大 辅助角色 软眉毫无疑问是最优选择 所以先说有软眉的配队 另一个队友有非常多的选择 同鞋组 增加超击破的伤害 给全队提供非常多的击破光环 支撑虚数削刃能力强 板压 花火 支跟鸟等拉条角色 可以帮助波特欧多动削刃 缺点是会浪费磁伤的拐力 且波特欧强谱可能会浪费在 削减敌人韧性条上 血无角色 佩拉银狼能提供大量debuff 对波特欧伤害增益很高 和老羊组队还可以组成 强大的无伤推调体系 直接放弃生存味 然后是没有软眉的情况 此时建议看彩示范 根据敌人弱点属性 上不同的削刃机破手 帮助波特欧快速削刃 度过疲软期 比如有虚数弱点 可以选择铜鞋组瓦尔侧 有量子弱点上银狼血依 有冰弱点上佩拉 有雷弱点上吸入� 有物理弱点可以选择卢卡树伤 这里我也重点推一下树伤大姐头 满命天赋有42%的加速 非常逆天 实战轻松达到200树以上 新魂4有40%击破特攻加纯 大招自拉条 所以其实树伤自己带队打超击破 针对物理环境已经非常好用了 配合波特欧更是如虎添翼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观看主页中 波特欧树伤12层下半0T的实战教学 最后还有一种特殊的玩法 花鸭双拉体系 参考双拉刃的思路 花鸭实战面板需要168处 第四位选择软眉 则进入战斗前只需要158处 选择一命霍霍只需156处 花鸭都带风套加龙骨 且花火光追选择555 这样波特欧可以每轮三动 这个队伍中波特欧的直伤占比更高 可以达到40%左右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观看主页中 花鸭双拉01波特欧12层上下0T的实战视频 最后也回答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波特欧不抽专武能玩吗 当然是能玩的 虽然下位替代光追和专武差距至少15%以上 但并不影响波特欧的机制完整性 我也出了几期0加0波特欧12层的0T实战 没有专武强度也是足够的 第二个问题波特欧优先专武还是一命 是否要抽暗命 建议是优先专武 抽取票数需求更少 前面讲解也说了 新混一的数值收益在10%左右 主要作用是方便启动 更快跌到三成 现在混沌环境第一面至少有一只小怪 口袋叠成也不会太慢 二命的主要作用是缠点 数值提升小 不用强求 第三个问题 没有软眉能玩波特欧吗 当然是能玩的 配对那里我也单独讲解了 没有软眉时的配对思路 那就是针对弱点环境 带不同的削刃机破手机盒 甚至还可以花压双拉 因为没有软眉 就需要其他人多帮忙削刃 或者自己多动削刃 第四个问题 抽波特欧值不值 能不能跳过波特欧 波特欧目前的定位 在混动环境中强度很高 秘技和大招都可以植入物理弱点 所以也不吃弱点环境 并且后面可能会有新的 击破专属载道 而跳过波特欧也无可厚非 毕竟是第一个 线舞击破C 后面应该也会有 更多击破C出现 你也可以选择 把疏伤练起来 波特欧能玩的环境 用疏伤拿满奖励 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OK 那么本期攻略就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